电视剧《非常律师无用物》首播两集就在网上掀起热议 在论坛上获得一片好评 被封做2022下半年黑马韩剧 不仅题材新鲜 剧情温馨 普恩斌 江泰武等主演的演技有的在线 让看过的观众秒入坑 尤其是普恩斌饰演自闭症天才律师可爱圈粉 日前他的接受访问时表示 因为没把握自己能演好 曾多次拒绝这个角色 透露自己当时先接演了恋目 而导演和剧组非常希望他演出 就这样等了他一年 播出后也证实剧组的等待是值得的 就连金士正也成为无用物的小粉丝 日前金士正在IG的现实动态 分享电视剧画面并写下 太可爱太有趣了 大家都无用物了吗 看到金士正的观后感 粉丝们纷纷表示认同 也因为金士正在赶拍新剧《今日的网慢》 居然还可以挤出时间追剧 是让粉丝们觉得不可思议 光是冲着普恩斌的演技和金士正的推荐 就值得入坑这部剧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